东港开往小溜球的船班不受大陆军演影响正常运作 不过现在正值暑假小溜球旅客正多的时刻 船上旅客却明显变少 甚至有人前一晚紧急取消行程 旅客会紧张不是没原因 因为按照大陆所划定的实弹演习区域 粗估最近的范围距离小溜球只有9.5公里 换算下来约6海里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渔船 东港安检所也赶紧透过渔业电台跟渔船呼吁 但并没有管制进出 感受到气氛异常有些渔船因为军演关系提前返回 但有渔民为了投生活还是得出发捕捞 不知海上得比平时戒备陆军也同样出动 4号陆军八军团一早也在屏东满风渔船 部署155流炮以及腰两栋破级炮 甚至也设置帐篷跟雷达进行年度例行性演训 毕竟军演范围距离小溜球比从东港搭交通轮 至小溜球的距离还短 害路都不敢大意提高警觉 TWN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